各位兄弟姊妹 大家平安 很高興再一次 和我們一起來分享上台語 今天我們要一起看《路加福音》 第三禎第一到二十禎 這段經文是在找我們來介紹《怕生日約喊》 而且也有英勇伊塞阿蘇第四十禎 第三到第五十 這樣說 在空夜有人的聲音在發 準備主的道路 修徹它的路 你 roz的是山谷 都要入兩把大小的山都要下賣 beim 猿腳的 還將他整個他的競き 管一管一管的道路 還吃了彼此 既若要撒棄的 都要記住上台的救恩 用這些經文來印證 《怕生日約喊》 úde渍便會在未史之前 出來壹止 Wizajaku 隨意而自己 當一頭人做尊閉的稱 комск magari 實在當驚小蕭翰來到玉丹河賓 來選港非戒的聖禮時 有很多人來要聽他的港德 像是也要來接受他的聖禮 驚小蕭翰對人們這樣說 你們必須要用實際的行動 來證明你們是真心非戒 這樣吃糖吃醉最高的 吃糖吃醉最高的收起的禮拜 接手有三種不同的人 分別來問驚小蕭翰一個同樣的問題 那個問題就是說我能在做什麼 第一種人就是聖禮所說的情人 也就是一般的觀眾 驚小蕭翰對他們說 你們就要學習的地方來分享 從自己所有的和那些需要的人來分享 學習不再從自己的勇講 放在自己的身體上 第二種人是抽象的人 他們是專門為著勒馬人來用優待的通胞 來收稅的人 他們常常用不正常 不正常的方法 的手段來執著情宅 所以他們通常都很好 但是確實人人都特約他們 甚至被認為是多人 沒有人願意 跟他們來奉來 有些對他們說 看見他們 不應該再靠自己的職務 來欺騙 來騙別人 應該要過一個生死的生活 第三種人是平常 他們是勒馬人 尚起通知的改戰 他們也頂頂要利用他們的關係 來欺負別人 有些就肯放他們 不可以再這樣 要學習過一個地球的生活 不可以用占卜的方式 來對台北人 驚慎的憂恨 通過九德人 就要真心悔慨 來為亞洲 來比辦好的道路 讓人的心 可以準備好 接受主亞洲 所帶來死命的真理 死命的道路 我們每一位都可以 上上來歡喜 和檢討 我們自己的死命的狀況 可以怕在下上地心 他的道路上面